U-Car 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探討的議題是電動車 我們都知道電動車在2020年會是成長爆發的一年 那在今年不論是豪華品牌或是一般的品牌 都推出了很多的電動車的作品 相信有在關注U-Car的觀眾都知道 Bob們在之前影片有介紹過 這台是我們U-Car 最新買的Nissan Leaf的純電動車 那可能很多人會想到底要不要在現在購買電動車 因此我們今天特別為大家準備了幾個評估的重點 讓大家可以在購買電動車之前 釐清自己到底適不適合電動車 第一個要面對問題就是 你要解決充電和停車的複合式需求 那它是結合在一起的 你如果希望藉由公有停車格 它上面的公有充電樁來進行充電的話 那你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現在電動車越來越熱賣 可能一兩百個車位只有兩個是充電車位 那如果你是擁有自己的私人車位 而且又可以安裝充電座 那恭喜你你的問題其實已經解決了大半 那麼第二種狀況是呢 你是住在大廈或是企業室住宅裡面 有管委會的情況 那你安裝充電座的時候呢 必須將這些線路經過公共區域 這時候你就會面對到管委會的規範 或者是住戶們之間的規範 那這時候呢問題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就變成說呢 是A大廈是一種狀況 那B大廈又是一種狀況 所以可能不同管委會會規定說 你的電要從公共接 或是從你自己私人的地方 接電外獨立電表出來 那這個是不同管委會 他們會去做不同的規範或是一些共識 就以我們UCAR自己電動車為例 我們在Leaf之前呢 其實有用過Prius PHEV 那它也是需要充電的 那我們當初呢 要購買之前呢 先跟管委會進行溝通 那管委會會確認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大樓的電力負載夠不夠 再來就是你安裝的時候 要經過的空間夠不夠 安裝一個私人充電樁 包含線材跟充電的壁掛式的充電座 這樣花費呢 大概約是十萬塊上下 解決停車跟充電的複合式需求呢 接下來的問題是你要去找充電站 那現在找充電站的方式呢 不外乎是APP 或是你可以在電腦上搜尋 我比較會建議的是 大家用手機裝一個APP 基本上你現在在Google Play或是App Store裡面 輸入充電站這三個關鍵字 就可以出現很多的APP 我們舉例來說 像我們剛剛呢 在手機上裝了玉龍開發的APP 那它可以尋找 包括充電站的位置 充電站的數量 車格的格數 還有被占用的情形 你還必須看一下說 你的充電座是不是位在 私人的領域裡面 比如說像民宿 或是飯店 可能你還是要事先詢問一下說 這邊的使用辦法到底是怎麼樣 還有最重要的是 充電的插頭的形式是什麼 因為插頭的形式很重要 如果不支援你的車 你拆過去 就發現你沒辦法充 那要怎麼看你的 車上的充電頭的規格呢 目前電動車充電的規格有好幾類 在台灣最常見的就是這177的交流電的充電筒 那它的最高輸出功率在6000W到7000W之間 屬於比較慢充的規格 因此它不適合 譬如說你可能在這個地方停留一下子 然後馬上又要走 它充飽一台電動車的所需要的時間 約莫在6到10小時之間不等 看你車型是什麼的決定 目前各大品牌陸續部件旗下的快充站 那這類的快充站就很適合短時間停留 或是你中繼充電或是你行程節點的規劃 那這些快充站的功率呢 可以從50千瓦起跳 甚至未來保持在還準備建置高達320千瓦的快充功率 那其實快充站的建置呢 對於未來電動車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評估重點呢 是你生活圈的特性 那舉例來說就是 比如說你上班的地方有沒有充電座 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下班 盡量可能少去的地方一名的車子沒電 那假設呢如果是你行程的距離比較長 甚至常常跨縣市跨區域 或是經常往返東部的移動的話 那因為充電站密度比較低 而且快充站也比較缺乏 如果你是這種特性的人呢 其實電動車對你來說會比較容易引發你的里程焦慮 那如果這時候又面臨到占用的問題 那就會更麻煩 例如像我們今天去的大賣場 它明明有四個充電座 可是沒有一個是電動車都被占用了 但是其他路程卻還很空 所以這時候也是考驗民眾的功德心 第四個要考慮的重點呢 就是你的購車成本跟養護成本 那購車成本其中之一包含了你電動充電槍的設置 假設你的官員會規定你的線路 只能從私人的電錶接 就是不能從公共的接 那你必須要拉一個很長的線到你的停車位的話 這個狀況就會可能導致你的成本大幅上升 因為充電狀況設置其實最貴就是那個線材 那如果假設你要拉很長的線 那你的可能成本就可能要從十幾萬增加到 可能二三十萬甚至更高 那麼這個情況呢 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 你到底適不適合攤提這個成本 所以這個回到最初的問題就是 你必須要先去釐清你的充電的需求 好再來就是保養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知道呢 純電動車幾乎不太需要養護 那除了像是輪胎或是雨刷水等區域這些東西 那就連煞車系統也因為動能回收關係 所以它其實不太需要更換耗材 不過由於現在電動車還沒有普及 所以它的一些技術是其實在原廠才能進行修理 比如說你遇到可能馬達或是電池組的故障 或是你必須要進行更換的時候呢 你就沒辦法像傳統的車輛有外場的選擇 這時候呢你只能回到原廠 那關於每公里的行駛成本呢 以我們跟國安會水協調 充電裝1度6塊錢來做計算 我們的Leave呢 已經累積了大概600多公里的行駛的距離 那換算我們耗電量呢 大約是4.8公里每度行駛 除以6之後大概是1.25的價格 那我們用同級的Misong TIDA來計算 它能源局的表現 那除以現在的95572價格呢 大概是1.8元的每公里行駛成本 這個表格呢 是依據我們U-Cart使用的狀況來做統計的 那這些價格呢 也不包含耗材跟保養的價錢 那其實呢 大家使用車環境不一樣 那舉例來說 每個充電裝 你家裡充跟公司充價格也不一樣 那甚至 油價也會有所波動 以上4個重點呢 是U-Cart提出來 幫大家自我評估 到底適不適合購買電動車 那包含了 停車跟充電的複合式需求 怎麼找充電裝 你充電的形式是什麼 你生活圈的特性 通勤的需求 以及養護的成本 那未來呢 U-Cart也會執行更多 有關電動車的專題報導 比如說 原理的火烯 或是電動車的能耗測試 那我們也會以力服來做 進行各種各樣的測試 如果你有想看的測試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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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